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再也不忍心缠着你说这说那的 这些年我也是一口气硬撑着 工厂还得干 一两百号工人得吃饭 我脑子里这根弦整天崩着 等着吧 等咱俩都老了 我赶不动了 咱俩一人一个小马闸 冬天出去晒着太阳 我陪你好好说说话 咱不说这些了 你说这些啊 我觉得这人这辈子挺不容易的 就是吃饭吧 再说就受到伤心处了 再见 家居跟我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记下来了 我说给你听听吧 家居说 不管是男人对男人 还是男人对女人 这首先要相互信任 就是信得过对方 这第二步呢就是相互理解 也就是体谅对方 这最高处啊 就是相互欣赏 也就是你看着我好 我看着你也好 我觉得咱俩就有点这个意思 你看着我好吗 我看着你更好 是不是 那你欣赏家居吗 非常欣赏 你知道我欣赏家居什么吗 该不是欣赏他骂不还口吧 不是 家居最大的好处 他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 三姐 人跟人在一起 特别是男人跟男人在一起 你知道什么最难避免吗 不知道 什么 争 就这一个争字 不知道能毁了多少事 而家居却是让 这一个让字 要是没有大文化大学问 比如说像他爹卢老爷子 这样的高人点拨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我要饭的时候 满大街的人是我老师 到了你家 咱爹娘是我老师 我干了燃城以后 家居就是我老师 要是没有家居这样的人 你想一想 我能干成什么 是啊 家居他就是好玩 其实我觉得他人挺善的 每次到咱们家来 说话啊笑啊 都跟得亲兄弟似的 真正的高人 不像我这样 上蹿下跳 到处乱蹿 真正的高人啊 是让你心甘情愿的 为他上蹿下跳 家居就有这么点意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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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我把她看 别吵了 别吵了 老索 我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地方 你要把它建成圆子 圆子 这个地方是坊子 房子 是坊子 它是坊子 坊子 对 老吴 我这样跟他说话累死了 怎么回事家居 不是说好今天早一大早就来吗 到现在也没来 六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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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把场子卖给腾锦吧 昨天晚上一阵乱枪 差点没要卢的命呢 卢先生 你怎么了 老总 咱们一会儿再商量这个设计方案 老吴 快 老总 里面请 里面请 好好好 来来来来 怎么回事家居 六哥 你看 手榴弹啊 昨天晚上就弄我们家的 那上面还是紫条 让咱滚蛋呢 这腾锦怎么变成下三烂了 你个王八蛋 你陈柳言还得陪你再玩一把 家居 你别害怕 腾锦这是逼咱尽快卖场子 咱卖给他就是了 你看这样行不行 明天一早我让汪长庚 护着你一家老小回张店 咱们在这儿陪着他玩 不 不 他们今天就想走啊 幸亏手榴弹没炸 要是炸了全炸就全满蛋了 我知道 我知道 腾锦要的不是咱的命 他要的是场子 这样 你要害怕 你也给他们一块回张店 我不能扔下你不管呢 我不怕 大不了不就是一死吗 咱陪这儿腾锦一起玩 那也好 把老婆孩子送回张店以后 你搬到我那儿去住 咱场子也有枪 我带着金彪住在楼下 你住在楼上 保证没问题 腾锦不是要大化人场吗 给他 快点 快点 那这个车 好 江秋啊 干吗非得坐列车 咱那汽车呢 汽车的目标太大了 一会腾锦又派人了 快 快走 快走 快快快 给爸爸再见 来 爸爸再见 再见 快快快 你要小心哪 好 快快 再见 再见 快 大华人场董事长 卢家居宅 夜遭枪击 该场上下萌生退役 三木 社长 大华人场 有什么情况啊 工厂的情况一切照常 我守在卢家居的门前 一直跟他到火车站 他把所有的家眷 全都送上了火车 家里只剩下了两个佣人 陈寿廷呢 陈寿廷昨天晚上没有回家 他住在厂里 没有回家 对 他真的害怕了 用不了多长时间 这大华人场就是我们的了 三木 是 给他打电话 我最后再和他谈一次 是 是 追 走 带他 给他 给他 央 我 我 依 中 你 我 哥哥哥 哥哥 你好啊 陈先生 你好 腾经先生 陈先生 我看你气色不大好啊 我气色能好吗 又是打枪又是扔手榴弹的 不害怕 睡不着觉 好 现在治安是越来越不好了 报纸我看到了 卢先生他好吗 他很好 对了 卢先生还让我给你带个好 腾经先生 不会是你让人放的枪吧 我怎么会干那种事 是啊 我也跟家居说了 咱们和腾经认识十几年了 他是不会干这种下三滥的事 好了 我们谈正题吧 腾经先生 我还是那句老话 只要价钱合适 我还会照顾老朋友 好 痛快 你们厂里大部分机器都是我卖给你们的 大概值五零五万 看在咱们多年交往的份上 七万 可以吗 那么地呢 厂房呢 青岛的地步之前 我那一厂子工人呢 中国的情况你比我都熟悉 在中国最难找的就是技术工人 我这厂子不仅设备运转正常 工人也很能干 你买过来当天就能开工 就算你建新厂很快 你工厂建起来了 你那么多技术工人从哪找 除非你从日本呆 有道理 八万 不能再涨了 老吴啊 你说 这腾经会不会把六哥给扣下来的 我会的 绝对不会的 这是谈买卖 怎么能随便扣人呢 那就好 那就好 不过这去的时间 已经不短了 也该回来了 会不会 会不会是汽车坏在路上了 那更不会的 汽车坏了 走回来就行了 没几步 是不是他们还谈着呢 这东初说的真对 这六哥就是死啊 也得先看好哪家的棺材便宜 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 给钱就卖呀 还争来争去呢 都快急死我了 东家 要不这样吧 我打个电话 给东家上车 不行 不能坏了六哥的套法 这个电话不能 滕景先生 咱们认识十多年了 这样 德国人出十六万 我给你十五万 陈先生 别再玩过去的把戏了 我不会再上你当了 那个德国人我已经调查过了 他是个犹太人 德国政府是不会庇护他的 他也不敢买你的工厂 腾景先生 贝格尔是美国人 我已经看过他护照了 当然我不认识外国文 家居认识啊 那证明不了什么 我会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 消失掉 这我相信 但这与买卖无关 这是上海花旗银行本票 存的是美金 换算过来就是十六万 只要我同意 贝格尔就可以签字 我拿了钱就走人了 至于你怎么拾得他 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确实是真的 确实是真的 十四万 这是最高价了 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下午就去付款 明天我就接惯工厂行吗 腾景先生 你最近变化很大 我很意外 就冲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 就十四万 告辞 等等 我还有一个要求 说 陈先生 大华燃场还是你的 我们合作 干更大的事 赚更多的钱 我们在一起发展 好吗 腾景先生 我已经开始在济南建厂了 再说 你那日本兵占领了东三省 我就是和你合作 也怕别人说三道四 我就知道你不会和我合作 但是我还要做最后的努力 要是有缘分 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的 即使我去了济南 我还会继续用你的批布 好吗 我到济南去看 那我等着 到时候我们还在一起喝酒 你还给我唱日本歌 请 行了 腾景先生 明天我在大华燃场等你 告辞 明天见 是 社长 生意谈成了 放开 喂 哪一位 哦 腾景先生 您好 哦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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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陈树婷真的要把大华 卖给腾景了 腾景给咱们来电话 是什么意思啊 他问我圆恒什么时候卖 瘦婷啊 你这一走 我连个半都没有了 来 走 老师 明华 你别站在这儿发愣 你快想想办法怎么办呢 你快说 咱们卖还是不卖 董事长 东亚上市打来电话 从下月开始 停止提供批布了 收听又说对了 刘先生 就按咱们商量过的办法 赶快联系上海六合厂 让他们派人来谈 我这就去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这个事我忘跟你说了 过了年之后 我跟寿廷长谈他一次 他给我介绍了赵东初 让我联系上海的林家 林家就是六合厂 六合厂不但有纺织厂 还有燃厂 前几天借来的布样 价格低 但是成色还不错 虽然不是国内最好的 但是也不比这个日本不差 头一次用他们的布 我没敢多定 因为国内那几个新厂子 知道咱们要的量小 就不敢来 要不是寿廷给我出这个主意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陈寿廷不是说要把厂子卖给德国人 怎么弄来弄去 又卖给滕景了呢 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你没看报纸吗 滕景让人到家局的楼前 又打枪又扔手榴弹 不过寿廷林总书跟我说了 他虽然把大华卖给了滕景 但是他绝对不会让他开工的 不会让滕景来挤咱们 这是哄孩子呢 大华染场接回来就能干 怎么还说让滕景开不了工 这是怕咱们抢他的买卖 怕咱们把袁亨卖给滕景 这人心眼真多 他当时说得咬牙切齿的 非常认真的 明祖 他陈六子走了 青岛就剩咱们自己了 咱们应该好好想想 要不滕景也会上咱们这儿来放枪的 寿廷把大华卖了 可以到济南去开场子 我把袁亨卖了 我干什么去啊 想想再说吧 明祖 你看这样好不好 让滕景 也入咱们的股 咱们跟他合起来一块干 那我还不如卖了 都说是 泱泱中华 天朝上邦万国求败 都是他们屁话 中国 中国人自己的中国 在自己的土地上 被一个外国人逼得走岑无路 大华 大华 咱俩可怎么办 这日本人来了 不可能要咱俩残费 是啊 咱得找长官说说这事 不能扔下咱们两个不管吗 这天哪 要他了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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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有事啊 我什么也不扔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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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工友 兄弟们 大华燃场在青岛的营业结束了 这些年有赖于各位工友 大华燃场才争争之上 我代表我本人和陈寿廷先生 谢谢大家了 给大家鞠躬了 姑娘 工厂没了 我们到哪吃饭去啊 这也不给日本人干 不给日本干 姑娘 姑娘 我从当年给你到七岛十几年了 不能这样走啊 是啊 是啊 姑娘 我们怎么活啊 各位工友 兄弟们 我对不住大家呀 日本人到我家去放枪 他们要我的命啊 我卖大华也是没有办法 哎呀 各位卖对不住大家了啊 我给大家谢罪了 叫叫叫 我怎么回事啊 什么呀 陈掌跪了 你这是怎么了 你是知道了呀 我们这些人 就是为了夺日本鬼子 好不容易才来到了青岛 可是你 你怎么又把我们 交给日本人了呢 你不要我们了 你以后叫我们 还怎么活呀 掌跪的 不说金彪啊 你还没弄懂个四五六 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呢 你也不想一想 我怎么可能扔下弟兄们 自己先走了呢 你看着我怎么办这么够日的 金彪 弟兄们都愿意跟我走吗 愿意 掌跪的 你就是走在天边 我们都愿意跟着 那好 你这就下去偷偷告诉弟兄们 让老八孩子三天以后去济南 费用盘缠 所跪上 你们在这儿 给他对付一个月 他打也好 骂也好 就是一个月 今天是三月初八 下个月初八晚上 老吴会买好票在火车站等你们 我走的时候 你们不要哭 不要闹 我就带着俩残废走 日本人不要残废 我准备留给唐景一座空场 对 临走的时候 我把机器全都给咱弄坏了 别别别 咱千万别惹这麻烦 你只要带着弟兄们 顺利出了青岛 就这头工一剑 我在济南摆下大戏等你们 掌柜他 那现在下边乱成一片了 我现在就去说吧 你叫上王昌庚 王世洞 几个在工人中有微信的人 先把工人们劝散了 就说陈掌柜的另有安排 你千万不要把下个月 走人的事说出来 你可记住了 记住了 靳远 你飘洋过海来到青岛 咱弟兄再遇见 这遇见了就是一个缘分 咱能不能在济南开工厂 能不能留给日本人一座空厂 就全靠老地了 掌柜 你放心吧 我要是办不成 我就一头撞死 我说是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在这儿的身上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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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梦多呀 你跟老吴先到车站去等着我 我到车前再看看 你快点 老吴 同志长 你好你好 寿庭不是今天早吗 人呢 陈掌柜的给您烧了一通信 明足我兄珍重 寿庭来青岛这些年 与老兄不断争斗 给你添了不少乱 也给你惹了不少麻烦 当初年轻很不懂事 请老兄原谅我 日本人逼着我把大华卖给他们 实在也是无奈 今后青岛 只剩下老兄之称民族染之业的局面 想来也是难过 车上有一套不一样 和我染不用的方子 是前几天我让家居写下来的 十分详细 留给老兄 照此操作 万无一失 这辆汽车是我自己出钱买下来的 你也喜欢这车 常来借去拉客商 我去了济南 济南那地方比较土 我也用不着这汽车 把它送给老兄坐在面下 小丁人很老实 就让他给你开车吧 我今天就坐火车去挤 待我问嫂子好 总说去见见嫂子也没见成 餐都太忙了 没有这个空 你如果在青岛能干下去 就干 干不下去 就去济南找我 咱们一样可以合起活来干的 我也不会写字 头上一句 定上一句 我说着老险 就写到这里吧 咱们还有见面的日子 务必珍重 定陈寿廷期待 大妹儿 上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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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下 前面下 ADA 抓药 三副青龙泰乳汤 好 白爷 前爷 德顺儿 这回头跟你们东家说 别老抓药 得多买点福寿我高啊 可白爷您知道 东家他不抽大烟 不抽大烟还开那个鞋店干啥 他自个儿不抽 可以送人嘛 听见没有 是 是 德顺 光这三副青龙泰乳汤 就得五块大洋 怎么 你们掌柜的 把我们看着破烂事了 趁他讲了死相 可东家说 这在万和堂才两毛钱一副 这两块大洋 德顺儿 咱也认识 你是个伙计 做不了主 你们东家和我们前爷是同乡 这几年我们也没有逼他 不找他麻烦 不等于不能找他麻烦 他得开窍啊 昨天我们派人去了 他才来抓着三副一 回去告诉你们东家 每月送十块大洋来 十块大洋算是照顾他了 快回去赶快送来 是 是 这土老爸子到几年来开厂 谁啊 你说你看看 又多了一个送钱的货 红聚印染厂择机开业 厂长陈寿廷承邀各位绿林 这小子我认识 那次在燕喜楼啊 赵老大赵老三陪着他喝酒来着 这次他们是在 聚丰哲 聚丰哲 好 到那天啊 咱们去狠狠地敲他一瓶 大哥 赵家的买卖在济南府 是数一数二的 赵老大人随和气 但是相当高傲 一般的人根本不放在眼里 他能陪着吃饭 这说明姓陈都有些来头 咱常看见赵老三陪着客人吃饭 可从来没见过赵老大陪过谁 大哥 这事还不能办糟了 得先打听打听 你呀 我看是越来越没长进 一个开燃厂的有什么能耐啊 打听打听 没那规矩 要在济南开场设店 这一份咱就得要 洪圣堂就是民间税务局 给得给 不给也得给 要不就别想安生 赵老大 咱是常年吃济南 有些事还得悠着点 行照着能按月给咱钱 这说明他是不愿意多事 去年我去天津 运河帮就给我放过画 那画的意思是别让咱把事做过 大哥 这运河帮老大您伍爷 跟赵东俊关系非同一般 我看咱就是给赵东俊个面子 也不要把事情做急了 放屁 这是济南府 要得我进南府做买卖 就得给我上过 运河帮 这赵老大 如果真和运河帮有这份交情 他为什么每个月给我送钱呢 这是拉大旗做虎皮 甭管他 大哥您看 保证 这个姓陈那连个帖子也不给理解 他敢 老子砸了腿 起来起来 一大清早你顿着拉屎呢你 来早啊 怎么 这儿不弄蹲啊 早早早 早 早 他妈的 也不睁大爷 你看看这什么地方 掌柜子好 掌柜子好 好好好 二位觉得这门面比大华都怎么样 挺好的 我看挺深眼的 掌柜子 我站这里感觉可光彩呢 好 光彩就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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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居 看这新车间怎么样 六哥 这新厂新车间也算是济门的一景了 那两个缺胳膊少腿的是不是有点沙风景啊 兄弟 兄弟 这东西有贵贱 人分丑尊啊 你得看摆在什么地方 咱这俩残废站在门口 一个手了左手 一个手了右手 这叫哼哼二将 上下班的工人天天在门口走 心里能不觉得安稳 来往的客商心里也觉得新奇啊 这俩残废就是不用说话 咱那为人人家一看也就知道了 这场子有骨子人味儿 残了怎么着 咱照样养活着 东俊就说我这手挺高 还是我爹说的对 这本事大小不在读书多少 不仅这样 反而有些人是不能读书 说说看 我爹说有三种人不能读书 一种是钻进书里出不来的人不能读书 第二种是读了书干坏事的人也不能读书 因为有文化人干坏事 没文化的人 邓东 这第三种呢 哎呀你别卖关子了你快说吧 第三种是天分不高的人不能读书 因为天分高 读书不但帮不了他的忙 反而会误了他的事 中国人常说秀才造反三年不长 就是这个道理 刘邦 朱元璋都是无赖吧 反而他们造反做了皇帝 就是因为读书少 因为读书少 所以他顾虑就少了 说了半天你是变着法在骂我 骂我是无赖是不是 不不不不 刘哥 我不是这意思 什么不是这意思 宗家 老吴啊 以后就不用叫我东家了 就叫我家居就行了 那哪成啊 家居 来 里边坐 你说咱这哥仨十多年了 这挺好的 家居 你说你当哪门的买房啊 真是 掌柜的好 东家好 好 掌柜的 东家 这是我侄子文奇 以后啊给您倒茶端水的 伺候您了 小伙子挺精神 是 谢谢掌柜的 来 家居 坐 掌柜的 您和东家慢慢聊着 我和文奇出去了 去吧 来 家居拿着 这是你的 六哥 六哥 这实在太多了吧 当初我就投了六千大洋 这些年你给了我七八十万 不行不行 这钱说什么我也不能要 兄弟 话不能这么说 没有当初这一桶水 活不了我这条大鲤鱼啊 没有当初那六千块大洋 也没有今天这几十万 再说了 你要是不留学德国 涨了这么多的见识 你也不可能在青岛买工厂 你不买工厂 我也就去不了青岛 我去不了青岛 也挣不了这么多的钱 挣不了钱是小事啊 要不是你啊 我现在还是周村街上的一个小阮将 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 又能怎么样 这么跟你说 没有你那六千大洋啊 就成全不了我陈寿厅 所以说这钱呢 你拿的一点都不多 六哥 我的钱够花了 再说 这厂子刚开业 正需要用钱 我拿着也没用啊 就按我说的办 这还不是全部呢 我把剩余的钱呢 作为你的股份 我九你一 佳军 这么跟你说吧 就冲这么多年 但你挨的梦也值这个钱 咱弟兄俩十多年了 再这么推来推去的 可就没有意思了 你就装起来吧 我让老吴去新开张的扎达银行 给你换成了英镑 你花多少你就换多少 打个电话很方便 我看你也可以买点金子 这个银行也卖金子 橙色也不错 就这么定了 反正这钱呢也是汤宁给的 你回去以后 给赵老三打个电话 就说咱们到居风泽吃个饭 商量商量开业的事 你再给明祖啊写封信 是咱在青岛坏了人家的买卖 要不是咱问 人家早就发了 什么事总是过后想想 觉得自己不对 话又说回来了 反正青岛啊也不是他的 好 我明天就写信 六哥 我去干了买办 以后谁给你念报纸啊 是啊 没有人再给我念报纸了 六哥 我们的广告登出来了 十八号开业 还有十天 我们应该再登一次 应该造出点阵势来 好啊 你听听我编的广告词啊 别青岛来济南 染出一片蓝蓝的天 怎么样 染出一片蓝蓝的天 好啊 小姐 好啊 报纸给您送来了 别青岛来济南 染出一片蓝蓝天 青岛开人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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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借红聚人场 对 新开的 喂 是红聚人场吗 陈掌柜在吗 吃饭去了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他没女朋友 那好 那我下午再打来吧 我还想问一下 陈掌柜他在青岛的工厂 是叫大华人场吗 好 好 谢谢啊 姨妈 什么事啊远姨 姨妈 你看 青岛的陈掌柜 他来济南开人场了 这下可好了 姨妈 你叫顺子来 那我能明天去请他 不行 我得亲自去 哎 远姨 不就是二十块大洋的人情吗 回头加倍给他就是了 还用得着你亲自去请 不用 不行 像他这样的好人 我还就没有见到过 那天要不是人家 我早就冻死在海边了 哎呀也不全是他呀 这里也有天意呀 天意 天意怎么不让我找到常客啊 为什么让小偷偷了我的包 要是真有天意 也是让他来救我的 那天他还喝了酒 走路都打晃的 可他就是不坐车 我在车上坐着 他在地上跑 不行 我得去 哎 像他这样的人 能简单说是二十块大洋的人情吗 远姨 不行 至少是今天不行 下午一点 我已经答应了三元燃场的赵老三 人家带着得意志洋行的客人来看你呀 听话啊远姨 嗯 那你叫顺子来 让他先去一趟 远姨 你现在可是远近闻明的红人了 那些做买卖的哪个不想到咱这儿来呀 用不了几天 那个陈掌柜的准来 到时候咱好好招待他不就行了吗 哎 对了 他不是要开业吗 到了那天咱去给他送份后礼 这不仅还了他的人情 还给他撑了门面 这多好啊 对啊 我给他来个惊喜 我要好好谢谢这个陈大哥